当低头族真的很危险 台北市的忠孝东路闹区 就有一名女子 她一边走路一边低头滑手机 没有发现红灯硬闯马路 被一辆右转的计程车 给撞倒在地 还好她好像没事的人一样 好端端的站了起来 捡起鞋子穿上之后离开 如果低头族在马路上 真的不少要提醒您的事 真的相当危险 忠孝东路闹区下着绵绵细雨 穿着后外套的女子 正准备过马路没想到 她把她撞残了 什么东西我怎么会这样 女子被撞倒在地 本能反应马上爬了起来 还去把吊在 斑马线旁的鞋子穿回来 不过再看一次惊险瞬间 从过马路时 女子似乎低着头 不断在滑手机 根本没有注意到后续灯 明明就是红灯 而计程车也没有注意到 有人一个右转 就这样硬生生撞了上去 这白痴了 白痴不是红灯吗 对啊 人家不敢讲话 车快点赶被撞掉 觉得裂开 女子自自闯闯红灯 默默鼻子走人 但这样的场景 其实很常遇见 却无法可观 教育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里面 是没有针对这部分来做处罚 所以我们还是以劝导的方式 来提醒行人说 在过马路的时候 不要滑手机 当好前面A住挡住 所以他人的跟车子的速度 是一样的时候 真的常常看不到 我们不去撞人家 人家会来制造机会 就是说出一些状况 所以说我们 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奈 警方强调对于低头族 目前只能劝导 无法可管 只是在看看这个画面 他把他撞残了吗 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啊 只顾自己玩手机 不管道路安全 好险没造成重大意外 否则下回恐怕没 这么好运了